同学们好,继续学习所得税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地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上节课是谈到了地延所得税负债确认和计量 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符合条件的确认地延所得税负债 那地延所得税资产 针对的是肯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地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一般原则 说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算基础不同 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一定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在估计未来期间 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当也很可能取得 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应纳税所得额违线 确认相关地延所得税资产 所以这里面谈到一个是 应纳税所得额违线这个问题 我们前面在发生亏损 以后实现了一个弥补时 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要确认地延所得税资产 确实以后能够给企业少交所得税的 你才去进行反应 那如果说以后本来也不交 那根本没有少交的事情 比如前面谈到要是发生亏损2000万 未来五年实现的利润只有600万 那你只能以600万为基础 称以适用所得税税率 确认地延所得税资产 这是原则 所以第一个 地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应以未来期间可能取得的 应纳税所得额危险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 因此像在考试题目里面 大题里往往都会有那么一句话 说是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可供利用抵扣可抵扣暂性差异 那这句话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 发生的可抵扣暂性差异 是可以把它确认地延所得税资产的 这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 那第二说 对于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结赚以后年度未弥补亏损和税款抵减 我们前面确实谈到了 以未来能够利用的应纳税所得的威胁 确认地延所得的税资产 那你同时减少所得税费用 因为借记地延所得税资产 我们代方的会代计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代方的会减少所得税费用 然后在企业合并里 我们上节课谈到不确认地延所得税费债的那个例子 有一项其他应付款 出现了账面价值大于积税基础 形成是科底后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延所得税资产 那这个地延所得税资产要调整合并中 已经确认了商业 那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暂有第四 与直接记录所有者权益的交易 或实际上相关的科底后暂时性差异 那相应的地延所得税资产 要记录所有者权益 比如说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而因被投资单位 除净损益其他中国收益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益变动 但那所有者权益减少了 投资方应该反映到资本攻击的 按照持股比例 借资本攻击 代放长期股权投资 那如果说可以确认地延所得税资产的话 那你想账面价值减少了 小于积税基础 减少时是反映到了资本攻击 那你地延所得税资产 对应的也只能是资本攻击 这是所有者权益 我们下面看一个例题 20年12月1日 取得一项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成本220万 20年12月31日 该项金融资产的公运价值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只是谈它的公运价值变动这件事情 那要求编制假公司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会计翻录 在20年12月1号 取得其他债权投资时 按照公运价值计量 一共是220万 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带银行存款220万 那20年12月31日 它的公运价值到200万了 下降了20万 所以我们做的分路是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方其他债权投资公运价值变动 那现在我们就会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账面价值呢是200 税上认定的没有别的一些变化 没有利息 那就许的是成本 220 所以出现了这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算 而产生差异的时候 记得是其他风格收益 那由此确认地言所得的资产 你影响的也只能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我们具体看 20年12月31日 该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200万 计税基础220 产生科技后暂时性差异20吗 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是科技后暂时性差异 我们要确认地言所得的资产 20乘以25% 那会计分路就是借记地言所得的资产 代其他综合收益5万 这就是产生暂时性差异 影响了所有者权益 那你确认地言所得的资产 也会对应这个所有者权益 那所有者权益影响的是什么科目 那你地言所得的资产对应也是这科目 我们再看21年2月10号卖掉了 卖了19 那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其他债券投资成本1220 原来供允价值变动是20 所以原来的体现的是 它的账面价值 现在售价190万 售价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呢 寄到投资收益 我们要把原来的 其他债券投资供允价值变动 确认过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投资收益 20 这个注意个什么问题 说好像在此之前 20年确认其他综合收益是借方20 然后地言所得的资产贷方 也贷个5 好像只有15了 那把那15转投资收益是不对的 一定是20 也就是说 这项投资本身 原来取得的时候是220 现在售价190 发生损失率一定是30才对 那你这里面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借方投资收益10 只能把其他综合收益20转到投资收益 才形成这个30是对的 然后呢 地言所得的资产 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来冲掉 所以再做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代方地言所得的资产5万 这是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因为地言所得的资产已经结束了 其他综合收益每个人都冲掉 但你转到投资收益的数 一定是20 那第二个问题 不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的特殊情况 说有时形成的是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但是我们对他不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 实际上像 我们书上的这种情况 你要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 都找不到对应科目的 我们看怎么讲的 某些情况下 如果企业发生的某项交易或事项 说不是企业合并 不是企业合并 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就不能去影响商与 你企业合并 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 你可以去考虑商与的问题 然后并且该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税 那如果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时 你不能对应所得税费用 只能说产生暂时性差异 影响损益的地言所得税资产 或者负债 对应的是所得税费用 不能对应所得税费用 因为它没有影响会计利润 应大税所得额 然后说企业 该项交易中产生的资产 如果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则需调整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 对实际成本进行调整 将有伪会计核算的历史成本原则影响可靠性 我就不确认了 那就怎么理解这段 怎么就违背历史成本 我们历史成本是一个伎量属性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资产等于负债价所有者权益 这是我们会计核算的等式 说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这句话 说界定了所有者权益是固定的 因为我们地言所得税资产 不能对应所得税费用 所以不会影响流算收益 你要对应所得税费用 会影响所有者权益的流算收益 所有损益类型的 我们都要转到流算收益里去 他说交易发生时 不影响会计利润 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那这个固定 我们也没有别的一些事项 说在交易发生时 就是产生了可理口暂时性差异 寄到了其他综合收益 自贷攻击 没有 那你说对于 其他债权投资 有供应价值变动 会导致账面价值借费基础不同 那不是交易发生时 那是交易发生以后后续的事情 交易发生时没有业务 产生可理口暂时性差异 又对应资本攻击 所以就说 那不可能影响所有者权益了 你不能对应 对应不了流算收益 对应不了资本攻击 那对应不了什么别的 所有者权益 别的项目都不能动 当然也不能对应股本 那就固定了 然后又说不是企业合并 如果要是企业合并的话 我们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 那是可以对应商与的 不是企业合并 商与不行 那我们试想 你真的要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 还要保持等势平衡 你对应什么 所有者权益不能动 那你其他资产负债 可能就得变了 要不然不平衡 要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 其他资产下降 或者是负债上升 要不然你平衡不了 那你不管哪一个 变化都是违背历史成本 因为你改变了别的资产 负债的账面上的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违背历史成本 那大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这就是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了 交易发生之际不影响会计利润 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不要对应所得的费 不会影响留存收益 那实际上也不会说 真的发生业务影响 失授资本 雇本资本 公计其他总和收益 那你要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保持平衡 又不让对应商与 那就只能是 不确认 所以我们当然考试的时候 有时就在这出题 让你说不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 理由的话 你只需说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就行 你也不用再往下说了 如果确认违背历史成本 这不用讲 就把那关键的 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实际上你会知道 一旦要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 你对应不了什么科目 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例十三 那这也是改编的 主要就是考虑到呢 现在按照新的税法的 有关的规定啊 我们加急扣除的 对于制造业已经是百分之百了 有没有一个变化了 说甲公司 200年发生资本化 研究开发支出 之八百万元 至年末研发项目尚未完成 税法规定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资本化的开发支出 按其百分之二百 作为计算摊销额的基础 就算形成无形资产的 以后摊销的时候 按照百分之二百来进行摊销 那甲公司按照准则规定 资本化支出是八百万 那计算基础当然百分之二百了 就是一千六百万 那这项开发支出 形成无形资产出时确认时的账面价值 进水基础就不一样 那我们把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转到无形资产 那你想借记无形资产 代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它是属于企业合并吗 不是 那企业合并 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 可以对应商量 那我们再说 把它转过去了 借房借记 无形资产代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影响会计利润了吗 没有 影响应大制所得额 没有 这个是个都没有 所以你没有办法确认 相关所得是影响 就不要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了 那同样还要说 如果说还处于研发中 没有达到预定用途 没把它转到无形资产里面 也就是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有余额 那假定是五百万 账面价值是五百 计税基础呢 一千 百分之二百 要不要确认地研所得的资产呢 你自己要学会分析 比如说 我们是借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带原材料 应付职工 薪酬 银行存款 累计折旧什么的 那这个 是企业合并吗 不是啊 企业合并不招标 我们借研发支出 代计原材料等 影响会计利润没有 没有 要用纳税调整吗 需要纳税调整吗 不需要 因为这时候还没到呢 你形成费用时 你是进行纳税调整去 还没有 但是 这项开发支出 你账面价值500 计税基础一天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它确实是 可底扣三是经常 也不能确认 地研所得税资产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说 已经形成无形资产了 那你不要确认地研 还有可能 现在还没有形成无形资产 处于研发支出 开发支出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阶段 那也就是针对于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有余额 也可能有时候谈到说 报表项目 开发支出项目有多少 它都不能确认 地研所得税资产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 二一年的多选题 二零年一月一日 甲公司开始自行研发一项 用于生产P产品的新技术 研究阶段支出是四百万 那当然我们知道 研究阶段支出 都应该是非应化的 开发阶段 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是六百万 那这一部分呢 是属于资本化 二零年七月一日 该技术研发成功 并立即用于P产品的生产 该新技术的预计 使用年限为五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根据税法规定 该新技术在其预计 使用年限五年内 每年准于在税前扣除的摊销费用 是二百一十万 这让税法上让扣这么多 那甲公司适用的企业索得税率是25%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甲公司二零年七月一日 与该新技术有关的下列各项会计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有 A呢 该新技术的入账价值为一千万元 那新技术形成资产的 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才进行资本化 那我们这里面呢 大家会看到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呢 是六百万 那这个不行 然后我们看B 该新技术的可抵扣三十性差异四百五 那你是账面价值跟计费基础去比 那得算算 我们看一下计算的过程 新技术入账的价值是六百万 那七月一号新技术账面价值 形成六百 然后我们看计费基础 那计费基础它说 按税法规定 每年准于在税前扣除 金额是二百一 那你说一共五年可扣多少 那不形成计费基础吗 未来可抵扣的 所以计费基础呢 是二百一乘一五 等于一零五零 这项资产的计费基础 那大于账面价值呢 账面价值小于计费基础 六百 小于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四百五十 所以这里面谈到 该新技术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四百五 然后计费基础呢 是1050B跟D是正确 然后C呢 是说 这个B跟D就没问题 说应确认与该新技术有关 递严所得税资产一百一十二点五 这种新技术 账面价值小于计费基础 不要确认D研 这是研发形成的 所以C不对 别管说确认多少D研所得的资产 算都不用算 不应该确认 因此B和D是正确 我们先来再看一个例题 这研发这一部分呢 还是要熟练的掌握的 甲公司于21年度 共发生研发支出五百万元 其中研究阶段支出是一百万 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一百万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三百万 甲定呢 该无形资产于21年7月1日达到预定用途 并于当日投入管理部门使用 采用直线法案五年摊销 无残值 税法规定的摊销年限摊销方法 以及净残值均与会计相同 甲公司21年税前会计利润是一千万元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五 按规定甲公司开展研发活动中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为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百分之百 在税前加计扣除 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百分之二百 在税前摊销 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说假定无形资产摊销 计入管理费用 要求第一个 计算甲公司21年应交所得税 第二计算甲公司21年 12月31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计费基础 并判断是否确认递严所得税资产 我们看第一个 因无形资产研发及谈销 21年按照准则规定 计入管理费用的进行 研究阶段的支出一百万 这要计管理费用 那开发阶段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也是要计当期管理费用 我们科目核算是说是管理费用 那接下来呢就是 形成无形资产的 有三百万 它的摊销 也要往管理费用里进 三百万除以五年 七月一号到年底 乘以十二分之六 那现在呢是二百三 这是基管理费用的进行 我们看21年的应交所得税 税前会计利润是一千 当期研发这一部分费用化的 应该是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 我们费用化二百三 所以再减去一个二百三 乘以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百加计扣除 算出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适用所得税率 百分之二十五 那等于呢 一百九十二点五 这是应交所得税 然后再看第二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呢 是三百减去三百除以五 乘以十二分之六 等于二百七 这是它的账面价值 所以当期是贪销了三十 那计税基础呢 应该是二百七 乘以百分之二百 那这是它的计税基础 五百四 所以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五百四减下二百七 等于二百七 这是形成的一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但不确认地研所得非资产 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知道我们有的同学说 那怎么还不确认呢 贪销了不已经影响损益 影响这个应纳税所得额了 这怎么还不确认 这个呢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它不像说我们有的啊 产生暂时性差异 那有发生 有转回 比如说你固定资产 踢折就从的是一样 可能开始踢得多 后面踢得少 或者开始踢得少 后面踢得多 这叫暂时性差异 而无形资产研发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是在加低扣除 从来对它没有调增 只是一直在调减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形成的 有调增有调减的情形 你不要确认递严 那确认递严都转不回来 再说了 大家看一下 影响损益是什么数 当期摊销数 这个数呢 一共呢 才是多少呢 三十 说你影响税前 会计率是三十 如果你用可底扣 三十性差异 要确认所得税 比如税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你来个270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要确认所得税费用的话 那是什么问题啊 你影响利润总共三十 本来呢 你要确认递严所得税 影响所得税费用 税率百分之二十五的情况下 应该7.5才对 因为所得税费用 应该是利润总共的 百分之二十五 结果你现在变成了 二百七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那怎么能成了 所得税费用数字 比影响利润总共还高 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所以大家也知道 贪销的影响利润总共 而尚未贪销 那这一部分才会形成说 科里科三十性差异 因此大家要清楚 不要再去套那个东西 说看影响会计利润应 大水所得税费用的 所以我确认递严 那你确认递严也不对 研发形成无形货产 那如果说谈到的方法 连线残值会计跟税是一样的 永远不要去确认递严 这不要出问题 刚刚谈到 一直他是在做纳税调解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递严所得税资产的计量 那一个是适用税率的确定 那这个问题 其实前面也曾经都谈到过了 确认递严所得税资产时 应估计相关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时间 一定是转回期间 适用的所得税率来计算确定 这是确认递严 你不能是当期的 当税率变化的时候 再要无论相关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转回期间如何 递严所得税资产均 不欲折现 它不折现 跟递严所得税负债也是一样的 不折现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递严所得税资产的减值 我们可能在开始时认为 有足够的硬纳税索德哥可供利用 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但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不行了 没有足够的硬纳税索德哥可供利用 比如说 当时发生亏损2000万 认为未来五年实现利润比2000万多 我们有2000万 常以适用所得税率 比如说25% 确认和计量的 但过了一年还剩四年 这一年的假定还是发生亏损 我们认为 未来四年实现的利润 也就600万了 那你得把递严所得税资产 调整到600万乘以25% 这就是它的减值 递严所得税资产减值 那我们一般影响所得税费用 你不要放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 毕竟递严所得税资产 它的是税后的东西 这一般影响所得税费用 那它的减值也是可以往回转的 比如说我们又过了一年发现 剩下三年 那企业有新的一种研发技术出现 生产产品市销对落 盈利呢 一定未来三年比2000万多 你再转回到2000乘以25% 就知道这个问题 可以往回转 我们接下来看20年的一个判断题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示 对地盐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合 如果未来期间 很可能无法取得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 用你利用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利益 那应当简记地盐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 这是它的简值吗 你没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可供利用的时候 没问题 简直 所以这是对的 第三个大的问题 特殊交易或事项涉及地盐所得税的确认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地盐所得税资产负债 不一定都是由于产生的 营销损益的暂时性差异形成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 所以我们具体看 与当期及以前期间 直接记录所有者权益交易或事项 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及地盐所得税 那你要记所有者权益 而直接记录所有者权益的交易事项主要有 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或者对前期差错更正采用追溯重处法 调整期出留存收益 这个问题呢 因为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还没有谈到 到时候大家肯定会能找出感觉 也差不多能想到 你要政策变更往前追溯了 影响期出留存收益 那当然这些资产的账面价值 也会改变 计税基础不变 计税基础按税法来 你爱怎么政策变更 怎么政策变更 那是会计上的事情 所以它一定 就会出现这种暂时性差异 那你可抵扣的确认 地盐所得的资产 应纳税的地盐所得的负债 如果说产生暂时性差异 影响期出留存收益了 那你地盐所得的资产或负债 也只能对应留存收益 具体会计科目 那涉及的是属于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它是这样的概念 那还有说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那我们谈到过 一个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它公允价值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了 另外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也是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税上并不认 所以也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那只要产生暂时性差异 既到了是其他综合收益 地盐所得罪资产负债 对应的科目也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要保持一致 我们再看 自用房地产 转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时 公允价值大于 资产价值差异 那也是既其他综合收益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前面 也曾经见到过 当然这一块也会产生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就导致这个账面价值 大于进费基础 由此确认地盐所得罪负债 那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一块主要就是说 那地盐所得罪资产也好 负债也好 我们对应的 不一定都是所得罪费 有的是所有者权益 那这里谈到所有者权益的 到底是什么 你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业务 有的可能调其出流产收益的 那有的可能调资本攻击的 有的可能会调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要知道 好看一下教材的例十四 甲公司于20年4月 自公开市场以每股六块钱的价格 取得A公司普通股市二百万股 作为以公允价值寄疗 及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核算 甲内不考虑交易费 20年12月31日 甲公司该股票投资 尚未出售 当日市价每股是九块钱 所以现在升值了 当时购进时每股是六 现在的市价每股是几 甲定按照税法规定 资产在持有期间 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的额 待处置时一并计算 计入应纳税所的额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25% 说甲定在未来期间不会发生变化 那甲公司在期末进行的会计处理 取得的时候呢 一共是200万股 所以这是200万股 每股是六块钱购入的 然后那笔分路没有 只是到什么时候 到20年底的时候 市价是 市价每股是九 那差了三 这样呢 供引价值变动的数 200万 乘以三 因为就上升了 那就借方借记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只反映供引价值上升 这600万 那当然了 开始的时候呢 还会有 1200万 比如借方借记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带银行存款 现在只反映上升 那带其他存款收益 我们知道 那账面价值 现在呢 是反映了 200万股乘以九 1800万 而计税基础 那应该是1200万 这就产生 应纳税暂时定差于600 那600万呢 我们税率是25% 所以那要确认 地研所的这负债呗 600万的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乘以25% 那其他综合收益了 借方其他综合收益 带地研所的这负债 150万 说假定 假公司以每股11块钱的价格 将该股票于2021年对外出售 那我们看出售时 这是说200万股 这是说200万股 每股11 2200万 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0万股乘以九啊 我们上一个资产负债表 1800万 要差额的留存收益 就说我们考试时 假如他给了 盈于公积 提取比例了 还是呢 把它要分成 说一块呢 是盈于公积 这个没有给比例 另外呢 一块要写成 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 还是这样做比较合适 就我们书上呢 还是有一些留存收益 没改过来 就有那么一年呢 作者对留存收益 特别回念 感兴趣 肯定是从海外学习回来的 因为那这叫留存收益 那我们现在不是啊 那个报表上 都没有留存收益项目 要求是盈于公积 未分配利润吗 所以你科目里面 设留存收益 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不合适的 你说我留存收益里面 明晰的来个盈于公积 再来个利润 才不可以分配利润 为什么呀 没有必要 所以就是考试 一旦要说 按10% 说净利润10% 提应于公积 那你把优算收益数 比如说 这里400万 里面的40万 应于公积 360万 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 按这个处理 然后 那就是 把原来的 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你做分路的话 600万 你要转到63收益 然后把地研所得税负债 充了 借地研所得税负债 带其他综合收益 150万 那他这是写的一个复合分论 一样的 但你要知道 转到留存收益数呢 一定是 当时的那个供应价值变动的600万 别到说 哎呀 其他综合收益450 带方 盈于公积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合起来也是450万 不行 那我们那个数字呢 要求 一定600 就是刚才谈到 我们可以把这个分路做成两笔 借方借记 其他综合收益600万 带方呢 就说他的留存收益600万 实际上应该是盈于公积利润 分配利润 然后在借记 地研所得税负债 带其他综合收益150万 把原来所做的分路 形成反冲 这么个过程 那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 所得税率变化 对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负债 影响了确认和计量 那也就是说 当所得税率发生变化时 我们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 肯定要进行调整 因为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的计量 是怎么说的 用什么税率呢 转回时的税率 比如说我们原来的税率是25%的 假如说明年开始税率是20%的话 那你要把原来的地研所得税资产 地研所得税负债 得按照20%来确定它的余额 所以一旦有变化 当期相应的要进行调整 知道下这个事情 那除直接记住所有的权益的交易或事项 产生的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 调整金额的记住所有的权益以外 那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反映到所得税费用里去 因为你这个变化调整并不是说是企业合并的问题 企业合并 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发生额 我们可以对应商与 那不是企业合并对应不到商与 好 接下来就把前面谈到的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 确认计量做一个小结 说是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费基础 负债账面价值大于其计费基础 那这个形成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也跟大家谈到过在理解的时候 你从资产这边是好一点 说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是会计上往费用里记得 比税上往费用里记得少了 未来会纳税调解 所以它是可抵扣 那负债账号跟它相反 负债账面价值大于计费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特殊情况不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特殊的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掌握 研发形成无形资产就够了 包括形成无形资产 当然说没形成无形资产处于开发阶段 研发支出资本发支出有余额的 那情况跟它一样 并且咱们要会说理由 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不确认的话 你得说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 这个词不要丢了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才不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要明确这个事情 然后呢 剩下的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当然我们地研所得税资产 确认和计量是税率是转回时的 要以未来能够利用的 硬大税所得额肯 危险 这也要知道 那地研所得税资产 对应什么科目 如果说 是免税合并的 那种情形 涉及地研所得税资产 确认 那对应商业 我们有时可能是资本攻击 在前面也曾经谈到过 要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因被投资单位 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下降了 我们是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寄到资本攻击了 要是这一块确认 地研所得税资产 那对应也是资本攻击 其他综合收益 那同样像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还有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这样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是下降的 你下降呢 当然就是资产 账面价值小于计算基础 由此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也是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你都得对上 然后再说 记住留存收益 是本期发现 前期重要插座往前追溯了 还有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法 都调过期出留存收益了 那产生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 要对应的也是期出留存收益 反映到盈于攻击 利润分配归分配利润里面去 那剩下的 当产生暂时性差异 影响利润总格了 我们这一部分 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影响所得税费资产 那这些要清楚 我们接下来再看 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的情形 那对于资产账面价值多了 未来期间往费资产里寄的多 但是税上不让你寄那么多 因为计税基础数小 费用计多了 纳税调增 所以它是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负债就反着来嘛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是你从业务上 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也要理解它 我当时讲到这一部分时 说了一个交易性基础负债的情形 可能大家也看到了 确实是负债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就是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那下面是特殊情况不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按照我们教材上谈到的特殊 你只关心商欲出使确认那块内容 就够了 就说商欲 有账面价值 当然那个例子是免费合并的 所以它计税基础零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是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是不要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这个掌握了 那还有就是我们免税并进来的这些资产 负债 由于按供引价值入账 但它计税基础没动 所以这一部分产生的 要是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你得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对应商欲 如果是可抵扣的 那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对应商欲 那这个要清楚 剩下的硬纳税暂时性差异符合条件 我们应该要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那对应科目跟刚才谈到 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的原理是一样的 比如说对应商欲 那有对应资本公金 比如说长期股价投资权益法核算 我们要是被投资单位的 其他权益变动上升了 导致了资产的长期股价投资 账面价值大于计费基础 如果说权益法核算时 可以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的 因为我们书上把这个删了 权益法核算 有的是可以确认 有的不可以确认 我现在就说吧 可以确认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地言所得罪负债 就得对应资本公金呗 那对应其他综合收益的 留存收益的原理都是一样 那只要说出现了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言所得罪负债 产生硬纳税暂时性差异时 既得是其他综合收益 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产生硬纳税暂时 增加其出留存收益 以对应留存收益 那剩下的影响损移的这些 那我们都是对应所得罪费 那这个要清楚 那这几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